现在是进队两难 因为又怕继续供楼收不到 又或者现在取消交易对话 根本它破产也尝运不到 所以在最后情况 有可能是鱼鱼跟什么都没了 我不知道,就是不要听这些说话 它是否真的当我们香港这帮买家的水平 好像它在内地买二、三千城市的 那些买家的水平是这么好 扣入烂尾楼 准业主刨敲的场面 在内地市场屡见不鲜 不过在香港,一个豪宅楼花盘 竟然都随时辣味,实在令人震惊 一众小业主在2019年3月左右 卖入何文田常盛街 这个由高银金融主席 潘苏通私人持有的豪宅楼花盘 一心等待楼花变成安乐 谁知道等呀等,过了交楼日期 眼见楼盘都差不多建好了 只剩下一些小微的执收工程 但始终还没收到楼 今天来到这里 看到他们的大门是重门深锁的 而且地上还有建筑材料 相信还有些原艺工程还没完成 但其实整栋屋苑都已经起得七七八八 为什么迟迟还没交楼呢 准业主现在忧心忡忡 但当日就信心满满 但是发展上开买的时候 请国际巨星拍摄广告 就捉见他们的实力 人生的修炼, 没得急 一切要由内在出发 楼盘邀请了张远法先生 做这个楼盘代言人 就看了两三个示范单位 那些单位当完装饰得 金碧飞黄 用的亦很漂亮 所以就有信心 很多都有私人导 包括有私人电梯大堂 还有用料、装修、各样、保养 都非常好 这里始终属于市区 交通也很方便 附近也有大型商场、招式 再加上这里也是传统名后网之一 好像是三十石下网 所以相当吸引 优越的条件 还吸引了明星陈家乐入市 他在2019年11月 以5045万, 赤价35000元 买入了第二座中层 一个实用面积1425平方尺的三房单位 至于刚才两位准业主 都是看中了价值三千多万的三房单位 当时整个楼价是三千五百多万 我选择到即供 所以其实在交易开始 付完订后 很快就付了三成首期 再上一案 所以其实现在正在供楼 他两位都是即供分期 到现在供了三年楼 如果每月供十万 都供了三百多万 不过去到原定的交楼关键日期 即是20年11月30号 发展商不能交楼 关键日期 即是发展商预计 建筑在指定的日期 可以完成建筑的期 但有时中间会有关键日期的改变 在这个关键日期之后的28天之后 你都不采取行动 法律假定期待等楼宇起好为止 发展商当时将关键日期 改到21年5月29号 之后又不能交 再退到7月6号 这次还说明有机会延迟半年 即是退到今年的1月6号 不过退了三次 还未知何时才收到楼 第一次,2020年1月30号 他给了一封信 因为不好抗力事情 那时候我看月火 第二次要跟我说 由5月30号2021年退到7月6号 我就开始觉得不对路了 差一个多月 还有一个原因是建筑材料 离不了去年7月27号 他连预售楼花同意书 都被人取消了 详细原因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香港历史上 总共有八次 因为我看到这件事,我真的很害怕 怕吗?怕楼盘难尾血本无归 据了解,发展商因为未能证明 自己可以应付楼盘的工程支出 所以上年8月地政总署 极其罕有地撤销他们的预售楼花许可 涉及379个单位 未进入二楼阶段前 这些单位都不可以卖 这件这么罕有的事件 令到一群准业主 都关注起潘苏通的公司 高银金融的财务状况和营商手法 高银集团上市 传出被人告 包括九龙湾金融中心 要变卖协助手 被执特利接管了 所以当时已经有很多消息 是主向集团和潘苏通的个人 已经是财困了 高银的主席潘苏通曾经是香港十大富豪 1963年在兆关出世 1976年移居美国 1984年开始在香港营商 拥有多间公司 高银金融还在港交所主板上市 他热爱马术 早年在天津的楼盘项目 还以马球包装 不过近年他屡存财困 要卖走物业套现 除了九龙湾高银金融国际中心外 还要以低价沽出啟德地皮套现 据说最近还被人申请破产 看似资金紧绝 但发展商都给了两个选择各位准业主 要么等迟些收留 要么就取消合约 七天内赚钱业主 据了解 陈家乐在去年八月 都选择了终止交易 按发展商当时所说 是说可以退回本金和利息 这么好,还不能选择 但事实好像不是这样 准业主黄太也选择了取消合约 要求发展商退还 二千万计的本金和利息 当时七月份 律师楼有封送给我们 说现在不能交楼 可以选择取消这个买民客业合约 我才会给他信 说我客人要取消合约 拜托你七天之后给我们 那他就说可以了 但是一直没有付过钱 三二美给你,然后十二美 然后一二美 一二美现在未到期了 不知道,对不对 那他跟你说,他给你 他给不了你的原因和你的解释是什么 他没有解释,只是说给不了 只说我现在给不了你 下个月给你 他这款送是下个月,就等下个月 等下个月就等下个月 一提起这件事就很不开心 有选择,都是等于没有选择 所有准业主唯一可以做的事 就是继续外等 其实是决责 究竟是继续交易 还是选择取消的 当时有考虑 如果是选择取消交易的话 也留意了部分买家 取消交易是退不了钱的 因为宽蘇通或拖延集团 已经财困了 再加上看到的楼盆 其实都起得七八八了 所以就选择了继续交易 他说你有权要钱不要留 我知道 他说你不要留 七天内收到钱了 他说他这样写 我就很想问一句 凡什么去年七月六号 那些买家还没收到钱 我今次一月六号 就是拖了半年 今次我可以七天内收到 你敢不给谁 启动这个法律的程序 根据那个条例 说明我七天内 我应该收到所有的退款 我收不到的 那你不对 所以我今次 启动这个法律的程序 如果我真的成功拿到的 我需要用的法律的费用 我可以向你追讨 同时一群小业主也觉得 现时法例有漏洞 保障不了他们的损失 发展商已经延迟了三四次交流日期 再加上现在最后一次 连个关键日期都没有公布 所以究竟法例容许发展商 可以不停议议一次 我们完全不知道 所以现在是无始终这样扔 关键日期如果要退 要得到一些认可人士 简单来说 那些建筑师 是有一些特定的理由 才可以延迟的 有一些恶劣的天气 又或者有人罢工 这种情况 只是一个合理的理由 去延迟这些关键日期 香港楼花出现问题的情况 实属少见 但近年也不时听闻 内地发展商在香港楼盘的不利消息 而启德发展区 更加是内地发展商的英雄宠 高价投得地皮纷纷洩让 像4B区4号这块地皮一样 最初由高银投得 后来洩让给另一间内房介绍业 谁知道介绍业又欠财困 结果再卖给香港发展商 新世界和远东 最主要的问题都是内房 很多是负债高 如果负债高 可能是食口 可能生意周转出了问题 可能不能准时还贷款利息 又或者是本金 香港发展商的项目 发展时间是长很多的 不会借这么多钱 对这个债务风险灌测好多 这个情况算是罕见的吗 也有的 但不多,是缺少的 我们这次是因为地政总署 发现发展商没有足够的财务实力 来完成这个项目 应该没有足够的财务实力 负债高 现金回笼慢 看到这些事情 香港发展商真的绝无仅有 就这件事 我们致电联络发展商 2、9,不允许 我们刚刚打到发展商那里 他也是飞去了 浩然 之后,澳门的攻光回复 公司一直积极各方协调 并取得突破性进展 期望两个月内 和承建商达成复工安排 目前,澳门项目已取得占用许可证 即是入伙子 有信心在复工后120天 完成渔下工程 对于已经选择取消交易的买家 公司会按照买卖合约的条款 推回订金和利息补偿 并以负责任的态度 跟进相关赔偿方案 他们非常感谢买家 一直以来的量解和耐心等候 还说会继续与买家保持沟通 现在这个情况 我们觉得这个楼盘难尾 完全不知道是哪个政府部门 去追讨、申索 希望政府有关部门可以关注 购买一手楼花出现问题 谁可以帮准业主呢? 我们去信运房局查询 回复说 根据一手住宅物业销售条例 卖方在指明日期或之前 未能完成项目 买方可以撤销合约 卖方就要在七天内 退还所有款项和利息 如果买方不在指明日期后 28天内撤销合约 就会当它选择等项目完成 不过即使买方没有在28天内 撤销合约 如果发展项目 都未在指明日期 起计的六个月内完成 买方都可以撤销合约 卖方要在七天内 退还款项和利息 假如买方认为 卖方未有履行合约条文 就可以考虑提出闻事诉讼 即是说 去到最后 都是要靠自己告上法庭 买方